好,我們第二節又回來了 Oscar在這裏 剛才提到你第一天上班 200人內第一個上班 其實這件事很不容易 這件事是甚麼事令到你堅持 可以這麼早上班 應該正確的 第一天不是最早上班 因為第一天我要等公司開門 第二天開始就是最早上班 其實為何我會有這樣的構思 其實我自己想是一定要最早上班 一,我又不覺得自己特別聰明、聰明、聰明 唯獨我一件事可以控制或可以做的話 就是勤力多一點 勤力其實因為我工作的工作就是 每天要看報紙 留意所有有關地產的新聞 報紙其實就是很限定的 在我家公司 可能三、四十個人就分享一份報紙 所以我永遠就是最早回去看完整份報紙 其實我希望就是我每一天 就是第一時間可以接觸到發生甚麼事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要聚早上班 第二,當時其實很老套 我是有做Lews Paper Cutting 嘩 我告訴你,我上學時都不喜歡 上學都不做 反而我上班時,我真的把新聞我自己剪貼 因為當時沒有iPad、iPhone等等 雖然都是用電腦,但也會有些手作仔 上網好像未必有報紙看 有,但絕對不多 不會說是份份報紙 不是現在的 我需要的資訊是比較specific 有時要先看某幾份報紙 也不是份份報紙有 我要的東西是看三份報紙 所以我每天都看三份報紙 看完有關的報紙就影響了 然後就剪到自己的一本 News Paper Cutting的報紙 這樣 其實這些就沒有人叫我做 不過我自己做 當然,那麼幸運地 可能你老闆見到你這樣做 就覺得很出奇 很驚訝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做呢 其實我又想講多另一點 尤其是年輕人 或者剛剛畢業的同學都好 其實在你的工作上 你每件事做到一點點的話 其實你就會多很多個機會 其實很老實說 我做多一個事情 就是早點上班 剪了布貼在那裡 其實這件事就不是很難的 只不過你每天睡小 一個人兩個小時 只不過這麼少的事情 但是就會 將會令到你 有很多機會給到你 很簡單 我是一個老闆 你有十個Fest Graduate 你九個不敢做 一個敢做 那機會就是給到你那裡 沒錯 沒錯 其實這也是我的情況 但是有一件事很不容易 其實說 大家都說 早起床 過半小時 說 現在分享經驗給大家 聽眾 對 我現在沒有空 說很容易 睡小過半小時 做出來其實很難 如果是這樣 有沒有理由 另外兩百個人做不到 究竟 什麼原因 令到你這麼有熱誠 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因為做事和讀書 基本上你一做事 就達到你人生的兩個階段 而且是一個人生很長很長的階段 沒錯 即是 就算你以前讀書 沒有很認真 或者什麼都好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階段 都是你在人生前二十年階段 你可能人生四五十年 你都是做事 這個階段 之後的階段 也不只是你自己這麼簡單 因為你將來有自己家庭 你可能有養父母 其實你這個人生階段 是關係到很多人的影響 所以一定要很認真去做 其實很認真去做 其中有兩個什麼位置很認真 一就是 好像我之前這樣說 你要有計劃 二就是 肯付出多一點 三就是 你的execution 要告 不要說天下無敵 做他有心無力 但是 你記住 其實我講的 都不是很難做的事 其實真的不是很難做的事 只不過是 你肯不肯去 踏多一小步去做 結果 我每天早上班 也都展報 剪報 同樣地 我對於我自己工作方面的知識 是快速增長的 我不是 游魂地看完 我剪完就算 我真的有study 所以 那時候老闆很喜歡 老闆 我記得有一次 都忍不住 特地走過來 就跟我說 你真的每天都這麼早起床 這麼早上班 他真的忍不住 要讚我一句 我又想問一下 早到幾點呢? 其實是Oscar 其實不是很早 不是五點鐘 不是 沒有的 就不是這麼早 我做了那些 每個人都很準時上班 九點鐘 但我就七點左右上班 嘩 早了兩個小時 七點左右 七點三 沒有要求過 OT 補水 因為在七點鐘 我那張卡 早之前都不能進入 要七點鐘之後 才讓我進入 我就進入 沒有說補水 沒有要求自發 沒有這樣的事 我都想要補水 我經常都聽Oscar 說他有個座右鳴 執行的能力 關於 可不可以分享給我們 聽眾的學生 知道 其實 或者我看回現在 幫我做事 或者新入職的人 很多人都好像一般 很多學生 不如我有很多理想 很多事想做 譬如我在三個月之內 我到什麼 五個月之內做到什麼 但每一次我問到 你想做到這個結果 你是怎樣做 你為什麼覺得你會做到 或者你 好了 你既然覺得做了 一、二、三、四、五個步 但我看來你又好像 只是做了第四個步 沒有做一、二、三、四、五個 執行能力其實不是天馬行空的事情 其實很簡單 執行能力就是 我想想的事情 我真的要去做 譬如 有很多人 會說 我不是創業 好像Lawrence 很想創業做老闆 經常只有想 你要真的 落手落腳去做才行 這些就是會去執行 譬如我想 每天很早上班 那不是我想的 我真的要去做 真的要做 還有我 譬如說 我會 其實我自己有目標的 就是做事 可能我說 我要做一年就要升職 那我做兩年就要升職 譬如我做第一年我就想升職 那我就會想 那我怎樣才可以升職 一就是 你老闆喜歡你才行 第二就是你要有成績才行 那成績這些事情 尤其是做我這個工作 是可以很量化的 我不是說 有成績 不能這樣 那你做到這件事 那你要有很多步驟在前面 你每一個步驟都要做到很仔細很清楚 亦都要真的做才行 那這個就是執行的能力的重要性 那其實你要執行的事情 想的事情不需要很多 但是你想了五件事 但是麻煩你五件事都要做 你不需要想十件事 二十件事 去達至你心裏 每個人的成功 不需要的 你只要想三四件事 你是真的做到的 那就已經可以了 為什麼呢 我覺得在現今的環境裏面 可能人家想二十件事 通常人家都能做到兩三件事 所以我寧願你想五件事 但是五件事都能做到 那會更好 那時候我都聽說Oscar 我一直都認識Oscar 我看到Oscar 很快又升職 很快又升職 真是追不到 所以完全是關於計劃的執行 做得很透徹 沒錯 但是回想一下 你讀書成績 又不是那麼好 不要這樣 因為是副學士想你 但是為什麼 你副學士之前 其實是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我只是說 因為小時候 而不懂思考 三個就是 因為我不是很… 我怎麼說呢 我喜歡的事情就很勤勵 不喜歡的事情就很懶 我對於讀書的情緒是一般的 但我對於做事做得好的情緒就很高 所以我就會很認真地想一下 我做事怎麼做得好些 還有好像Oscar所說 人到了長大 亦都明白 其實你做事的階段是很重要 亦都不只是影響到你一個人這麼簡單 責任性高很多 但在你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其實你都是二十一二歲 對於我們很多聽眾學生 接下來就是這個年紀 十幾歲 中學畢業上大學 又發生了人生 很重要的轉變 因為很多讀書 我們都很想帶出這些例子 給聽眾說 讀書不是那麼厲害 不是一個絕路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 你對工作的熱誠 你對自己未來的計劃 就可以在Oscar身上學得到 究竟如何透過這個好的計劃 就可以達成你自己的夢想 做到Oscar今時今日的地步 Oscar 你自己的座右銘 可否再分享給我們的學生 你成功自己的座右銘是怎樣 其實除了剛才說的 Execution 另外我覺得 另一個我經常都會有這個座右銘 就是Details make the difference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但這個 我說的很容易明白 其實我都是因為經歷過一些 失敗的例子 所以就更加明白這個有重要性 例如 我很記得 在我剛開始工作 頭一兩年 我要負責寫一些很重要的提案 提案裡有一個客人的名字 我記得那個客人的名字 我記得那個姓是梁 中文就是梁 中文梁 英文可以是梁 L-U-N-G 亦都是L-E-O-N-G 我老闆就叫我查 查一下究竟是誰 L-U-N-G 我隨便上網 說Yahoo搜尋 我發現L-U-N-G 我現在填L-U-N-G 我心想我都檢查了 但這樣其實就是錯了 因為別人其實是一些上市公司主席 你看年報或者一些NU report 那些應該會更加準確的Source 或者是別人的自己公司的行物 發現L-U-N-G 我真的把提案放錯了 你就照交了上去 結果就是沒有多宗生意 因為很簡單 你連人的名字都寫錯 這個故事其實很有啟發 對於我來說 尤其是有些事情 你不要以為自己做得對 你也不要以為自己去求證 因為一 你要知道你求證那個渠道 是不是正確才行 而就是 我根本就不夠細心 我不夠細心 即是很簡單 如果你想細心一點 別人是上市公司主席 你就不會去打他 Yahoo-Shop 沒錯 這個是一個很小的例子 但當然 但如果我是你老闆 我罵你的時候 我想正常人的想法就是 我查了 我不能夠知道 sauce 是否正確 可能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但事實上你就是錯了 錯了就是錯了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你怎樣可以跟其他對手分辨的東西 一就是你要勤力講 二就是你的execution 能力真的要高 Execution 其實我剛才所說 我不需要有十件事 你定三件事 四件事可以 但你要做到 第三件要點就是 你每件事要比較小心 其實我以上講的這三點 不會花你很多時間去做 也不是做不到 也不是做不到 也不是好像數學未積分 你沒有數學天分 絕對不是這樣的事情 絕對是我告訴你 我肯定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只不過我亦都可以告訴你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是現在不會這樣去想 亦都不會這樣去做 其實是差了一個思維 自己的一個想法的改變 剛才聽說 不是叫別人做些甚麼 其實全部都是自己 自己出自內心做出來的事情 很感謝Oscar 他又分享了之前的一些經歷 我們今次休息一下 我們下節繼續回來 聽聽Oscar 其實現在的工作是甚麼 可以再分享多些經驗給聽眾 我們待會再談 好 好